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给你一份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哇 这个一年的时间呢 真的非常的快 我们今天呢 很开心呢 再次的邀请到啊 文化部的盟葬文化中心主任高玉珍 欢迎玉珍 是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还有这个世界民族电影节的策展姚金玉 欢迎金玉 嗨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姚金玉 是 谢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2023世界民族电影节 今天就是在今天开幕啊 从今天下午 这个两点开始呢 就有一连串啊 非常精彩的这个电影 从这个9月15号 到9月24号 来我们是不是先来请这个 我们还是先请这个主任吧 还是请这个金玉呢 来谈一下 这一次的世界民族电影节的 这些策展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啊 我们今年2023世界民族电影节的主题是穿梭幸福 因为我们希望是在整个疫情结束之后 做的第一个 做的第一个这个这个电影节 能够把大家带到一个非常幸福的感觉 来欣赏这些电影 所谓的幸福的感觉是要怎么样 像比如说我们一看一开始的时候 今天这个开幕 你们就航爱山上幸福使者 然后五点钟呢 喜悦是达埃喇嘛 遇见土土主教 然后七点钟呢 就是这个幸福使者嘛 然后我觉得好玄啊 9点20分有通灵驾训班 然后就说你的概念是什么 你要怎么样让大家这个遇见幸福呢 是是是 其实在开幕片上面 航爱山上的那个幸福使者啊 他这个本身的英文名字就是这个名字 然后对 他本身就是这个名字 那他他主要在讲到的是说 在航爱山上的那个光明族跟暗黑族 然后呢 其中他们他们在寻找的是 他是蒙古国 蒙古国的电影 这完全是蒙古国电影 而且在航爱山上拍 所以这整个电影是非常非常蒙古风情的 而且他这个 而且他这个 他这个很很妙 就是说你一整个 你们为什么会选这个 航爱山上这个幸福使者蒙古片 来作为是一个开幕片 但是里面我讲的非常的壮阔 而且还有说有什么暗黑族 光明族跟暗黑族的恩艳禅旗 这好像是魔戒有没有 是是是 对不对 我觉得好酷哦 是怎么一回事啊 其实他是他是蒙古国的一个传奇的故事 是一个传说的故事 那我们那 南京姐你也知道吗 我们是文化部的蒙藏文化中心 对 所以我们在办世界民族音展 我们的最基本就是蒙古国的电影 蒙古电影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每一年我们都会关注 蒙古国最重要的电影 那这部电影是今年才在蒙古国上映 而且是大受欢迎的商业电影 哦 哦那所以这个金玉 这个主任你们这个 有这个金玉来去这个厕审 然后拿到最新的 这其实很难得啊 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去年好快真的是一年好快 对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世界民族电影节 那我们其实非常的重视观众的喜好 虽然我们是免费 但是我觉得蒙藏就是呼应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社会 那去年的爱是一本书引起了很热烈的回响 那这一次呢 对 那这一次呢 航海山上其实就是蒙古的陈启斯和圣山的一个象征 是 对 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有趣就是他把蒙古的那种风情 就他的他的整个的民俗还有我们大家呃想象中的毛牛 还有马头琴全部呢整个呃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可以了解蒙古原来是这么的美 嗯 而且是这么有人情味 嗯 对 是哎那除了这个开幕片之外呢 那不是请金瑜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就说在这个几天的这很长啊 就9月15号到9月24号 对 他的这个放映的这些呃里面呢 还有哪一些呢特别值得介绍 我觉得一一刚才看到这个有这个一大闭幕片 意大利这个梵蒂冈的电影在旅途中方济各的朝圣之旅 是 我觉得非常的向往 是 我觉得这个方济各这个教宗呢 他真的是一个 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对我也觉得他真的很了不起 你看他不是才刚去蒙古吗 是是是 所以你说这么巧 有没有有这样的缘分 来介绍一下闭幕片 是是是 其实我们在规划说这是好这是好几个月前 我们已经规划好几个月了 嗯 然后我也注意到说哎他才刚去蒙古 然后我想哎这个机缘也太巧合了 对正好是我们的闭幕片跑到了开幕片区 我们的闭幕片是在旅途中 方济各的朝圣之旅 那大家一定想这个影片不是比较宗教多吗 其实他当然有宗教部分 因为我们希望借由教宗对于全世界的这个这个旅行 借由他的旅行来看看各民族他们的现况 跟在疫情之后我们所需要得到的心灵的抚慰 我想教宗在里面做了非常多的提示 所以我们也看到各个民族的现况 我觉得我觉得非常非常眉目都很感动 而且这个导演他是他是意大利的呃 唯一得过同时得过威尼斯金诗奖跟柏林金雄奖的导演 所以因为他的地位很崇高 基本上他拍教宗的东西完全不用 范蒂冈完全没有办法要求他要做什么 所以完全是照依照他的意思去看教宗 连他自己都说他跟随教宗出去出访去去拍这些东西 他对教宗是非常的崇敬 他自己都这么说 一个艺术者这样说 其实我真觉得教宗真的千真完全就是这么的了不起 真的是很了不起 好我们呢 因为要介绍的片子太多了 就欢迎大家去看啊 这个在旅途中方济各的朝圣之旅 还有什么特别值得介绍的 我特别我刚才也讲一下那个方济各的这个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电影 因为因为刚我们讲到开闭幕片这两部片 在台湾都是首映 甚至开幕片在我们影展看完之后 可能在台湾再也看不见了 所以9月15号那怎么办呢 今天还来得及吗 我们北中南都有场次 北中南都有场次 欢迎大家呢 就是可以到网上去查他们详细放映的场次 我们只要打打这个世界民族电影节 2023就可以看到很完整的这个播映场次 所以这是一个 对那闭幕片呢 它会在9月28号上映 但是首先抢到抢先看到 而且是刚刚我们昨天讲到一个关键字免费 就是在我们电影节里面 所以这个也会在也会在我们电影节做闭幕放映 那所以所以那这个影片呢 它完全是新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们现在目前光是做一场适应 就已经几乎台湾的所有的这样神父修女 一些一些这些传道的人都已经蜂拥的报名 我相信是 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呢也是很喜欢看 因为呢方济有关于方济各的 不管是电影或纪录片 都觉得带来的那种感动跟这个震撼 是真的是无与伦比的 好那因为还有什么特别值得介绍 我们搭配这个影片 还有它这个单元是一个与神同行单元 这个与神同行单元就是另外一部影片 是那个达赖喇嘛遇上土土主教 那这完全是一个非常心灵上面的讨论的一部电影 那之前在台湾曾经上映过 非常非常受到欢迎 所以这次在我们把它选入在我们电影节里面 就带来幸福的感觉 对对对带来幸福的感觉 所以我们一下先破题了先讲这件事很重要 带来幸福的感觉 还有很多好几个我觉得很特别的 像比如说这个自由正式 它就有三部来自拉丁美洲中亚 还有这个韩国跟民族人权跟追寻自由的电影 光是你看像我们现在非常的少 看到包括什么智利的电影 中亚的电影 我觉得你在选片的时候是花了很大的心思 还有这个阿富汗战地的克布尔 克布尔之宴 这个动画 动画 对一般我们动画觉得是可能给小朋友看 其实这部电影我也非常推荐家庭来看 因为毕竟克布尔之宴他所描述的阿富汗的景况 其实真的是脱离我们在看童话的这个范围 但是他以动画来呈现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我们看到的是爱 我们不会看到血腥 可是所有的那种紧张的氛围在电影中是完全都有的 我们可以看透过动画带点想象去看这个世界 我觉得他会他会更美好更浪漫一点 那这个单元呢 就是自由正式 人权正发生 也就是说他瞄准的部分是属于 全世界的一个近代的现况 然后还有跟人权的描述 那刚刚主持人讲到的第一个就是智力 我的理想国 对这个是发生在2019年 我就是2019年的时候 智力发生了一个数十万人上街头 争取人权的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影响到现在 对于智力本身还是非常大的影响 那这部电影是一个纪录片 那这个是这个电影还到了坎城影展 所以我们选进特别选进这个片 也在台湾是这次是首映 是 刚才讲到这个阿富汗 是 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 这个主任有提到说 你本来想要请什么乌克兰 是一个什么样特别的团体来台湾 来演出表演吗 布里亚特 布里亚特 这是什么 其实这个就讲到我们要从去年 就是那个电影节开始 我们当时是以俄乌战争 所以介绍了当时很多的战斗民族 像乔治亚 然后我们本来有表演 我们希望邀请布里亚特 因为他们的表演是世界知名的 他们舞蹈非常美 对因为俄乌战争就没有 那这一次呢 我们就是 其实我们知道说 盟障有很多的习俗 像萨满 对对对 还有像跳绳 对 跳绳不是绳子的神 是神 就是类似像 驱魔 萨满我知道 对 跳绳是什么 跳绳就是也是那种 那是像台湾的 那种仪式 跳家官 对对对 那是有男有女的 神指的神 那我知道 那我知道 因为我们看那个达埃喇嘛 对 就说藏族 好像藏族也有 也有这个类似像跳绳的 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就以这个为主轴 所以就有天淋淋地淋淋 今天我们在 在那个 就是外面的时候 还在讨论说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一个主题 因为我们看了 有点恐怖片 然后现在又是农历七月 像我们这一次的 那个马来西亚的导演张吉安 他的那个男物 是真人真事改编 是是是 而且就是他爸爸 发生在他爸爸身上 对 对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当时很早 他还没拍这件事 我们看剧本 我就把他剧本吓到 因为他是 发生在他爸爸身上 他爸爸被人家下鼓 下鼓之后就 下降头 对 然后半夜吐雪 雪里面全部吐铁 生锈的铁钉 真的 然后他 然后那事情 他就把他拍 他爸爸从此 他爸爸从此变 从农夫 变成一个解降师 他开始去救 去救其他 被被人下鼓 然后被一个大师 给解了 这样 对 然后他自己就变解降师 对 他就 那个大师跟他讲说 你要开始 就是你要有这个机缘 你开始就要变成 要去做这件事 救更多的人 你知道这个像 像这个东南亚 这些 现在的确是有这样下降的 这个泰国的 是塔姓吗 是塔姓 塔姓那次选举的时候 真的各阵营都有 都有大师 就给各自的在下降 我们这里 台湾也常常用国师啦 对不对 我们是另外 但我讲的是说东南亚 他们的确是有这种的 就是塔姓那时候就选到 大师 现在塔姓流亡海外 又回来了 现在这个可能被剪刑关四个月就出来了 好我们就来回到这个电影 哇所以这个南亚 那这样的话 乃琴姐 你一定要来看 柏林影展 我觉得乃琴姐 你一定要来看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好这里面有三部 有三部电影跟东南亚都有关系 刚刚我们主任提到的是南乌 南乌在讲马来西亚跟泰国的边界 三部管地带人神乌 在这个在这个 在中间共处的这个故事 那这些事情都是真的 好 然后还有一个入选 这个柏林影展 说是辽国僧侣和一个老狱 转身幻梦 转身幻梦吗 这个主任介绍一下 主任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一次好几部真的都很棒 那个转身幻梦呢 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一个年轻人 他为一个生病很重的那个老太太 念西藏渡王经 然后呢发生了很多奇幻的 一种让你觉得好像人死了以后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真的是有轮回的 这部电影就在讲轮回 效果非常的好 对而且我们主任讲到那效果真的很好 因为这电影他转身幻梦这部电影 他非常奇特 就是我没有办法用一般电影去看他 他就是在讲那个年轻人 在帮那个老太太 在他死前念那个杜王经的时候 西藏杜王经的时候 结果就那老太太就断气了 然后断气的那一刻的时候他就得要转身 然后这电影就在中间就开始转身 所以观众会看观众会完全 生灵期间 对然后这电影就会 这电影是非常神奇 他在中间就中间一段时间 一段一段时间那个电影会跟观众说 请你现在闭上眼睛 我们要开始转身了 然后你就 所以说他不是他不是像阿莫多瓦那样的奇幻 他比阿莫多瓦的那个奇幻 还更多了直视的来跟观众这样子 他就跟观众这样讲 对然后他就跟观众说 现在请你闭上眼睛 然后我们要开始经历这个转身的过程 然后就像我们常常听别人说 往生的时候啊 你要注意看前面有光 有干嘛干嘛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个现象 他让你在电影院全部体会 不过要的 你别讲太多 应该让观众亲自去体验 就真的要看 我觉得我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心里想我的天哪 怎么会有这样的电影 好厉害啊 真的 这个导演好厉害 这个导演是西班牙人 而且是个年轻人 太有趣了 还有那个愿望咖啡馆 这个也是 真的是跟魔鬼交易 对 愿望咖啡馆 就是我们人都有欲望 都有愿望嘛 那这个咖啡馆里面有一个人 他可以实现你任何的愿望 结果前前后后 11对 11个男女 去跟他祈求不同的愿望 然后这11个男女之间 他其实他的故事是互相有交易 也就是说 那这个很复杂 对 就是变你的愿望 可能是他的罩门 说不定是这样 然后就变 我们就看到这个电影 这样一路过来 然后这个男的 在坐在咖啡馆 帮你帮你实现愿望的这个人 他其实是撒旦的化身 魔鬼 金玉你好棒哦 这些都 这些很多是不是 都是新导演啊 他的那个剧 他们那些电影 你是怎么样挑出来的啊 刚刚我讲那个愿望咖啡馆 他是一个意大利非常有名的大导演 原来是大导演 他是大导演 但是呢 我们我们另外一个短 我们也这次放一个短片 是热带复演 对 这个在去年时候 拿下金玛奖最佳短片 那这个在今年拿下总统文化奖 这位这位年轻的导演 他家是做那个纸扎艺术 他以纸扎艺术 把台湾的台湾的这些艺术 带到国际去 我们这次就特别放映他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也要到他到到现场来 那在那个在我们今天开幕的开幕的现场 对对对 他也他也来 对 我觉得这个是这种 就是每次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民族电影节啊 都可以看到这个多元的这个文化 然后他用这个艺术的方式呢 来呈现啊 使得我们在进入一个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的时候呢 他多了他多了那种 他多了那种 你有这种浸润艺术和进出文化的那个感受 而不会是 而不会像比如说你平常的时候 我们只不看到什么什么那种传说 你就觉得说哎呀好恐怖 就是少了那一届 而且特别呢 今年呢 呃世界民族电影节呢 他们设计的这些 这叫什么 这是赠品吗 这是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我们做的那个纪念品 纪念品 啊护身符 这是非常的好看的一个护身符 这是我们呃 呃张家大师纪念馆的一个典长 一个是宝瓶代表平安 嗯 然后一个是那个 一个平安呃 金刚厨师代表平安 宝瓶代表财富 所以又要平安又要财富 然后呢 最重要最重要 其实大家刚刚都讲的太恐怖了 我们其实来舒缓一下情绪 我们的有扇子呢 在现场可以送给观众 是是是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 那个伊朗的导演 阿巴斯 阿巴斯 对 阿巴斯电影里面 他一个一部电影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那个小男主角 对现在他已经快40岁了 真的吗 他快40岁了吗 现在年龄快40岁 但是他8岁时候 他那个电影好好看好好看 这次在我们营展中做经典放音 哇太棒了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对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所以我们为了缓和气氛 对 把这个拿出来 然后如果天气这么热 像一个扇子又很优雅的欣赏电影 是的 还有中秋节可以烤肉 对没错 您现在听到的呢 是文化部蒙葬中心 蒙葬文化中心主任高玉珍 以及世界民族电影节的策展人姚金玉 为我们介绍2023世界民族电影节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4号 在北中南都有放映 还有嘉义 都有放映 然后呢 所有的这个放映场次呢 都是免费的 所以开放呢 现场锁票网路预约 或者是电话预约 网路预约呢 我们再讲一次 就是到世界民族电影节的官网上面 前三天 前三天 一个人两张 因为太抢手了 就是我要看 比方说我今天要锁定看今天的电影 那我就前三天的时候上去先预约 OK 或者是说去现场锁票 我们台北厂在哪里啊 台北厂在华山电影馆 华山电影馆 在华山园区的华山电影馆 台中是在那个威秀 大时代威秀影城 那嘉义 嘉义 故宫南院 故宫南院 最特别的一个 好好的来介绍一下高雄呢 高雄是在那个 那个什么喜乐时代 喜乐时代 喜乐时代那个高雄总图馆 OK好 所以大家有我们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吗 第一个呢 你也可以现场锁票碰运器 看是来看还没有票 第二个呢就是网路预约要三天前 那电话预约也是三天前 我就是网路预约都是网路预约 都是网路预约 其实现场拿票我觉得应该都 大致上没什么问题 OK 不要太晚到 好可是呢 你要开眼前一小时去哦 然后他就发放这个号号码牌 然后开眼前20分钟呢 凭号码牌去 我们都有保留一些票是在现场拿的 好 在现场呢 有伞 扇子 扇子 不是伞啊 扇子 多么适合这个天气 然后我们刚刚秀出来的呢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没有再送的啦 这在贵宾 只是非常的 主任呢 非常的用心 就是用张家大师来做这个平安符 是 还有呢 我们要特别的 文化活动 文化的活动来去介绍给大家 来 对 我们这一次有三场的文化体验活动 那我们 我们基于去年 我们要 那是去年我们做香皂 非常受到欢迎 所以我们今年就在想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 我们决定今年 因应我们的电影 桃子树的最后丰收 我们来邀大家做果酱 这部也很好看 这部是拿金雄奖 柏林金雄奖的电影 然后我们 我们现场会 你们也太 你们也太猛了吧 就要做果酱 对 在华山电影馆 其实这个我要插个话 本来我 我在想说 我们电影节就由电影节为主 我们本来要把那个 特别人交易活动取消 可是姚总就说 但很受欢迎 所以我们今年加满 还有那个 占谱 算命 我觉得大家很多观众 应该都很喜欢这个单元 就是我们第一个是做果酱 果酱是哪一天 果酱是在明天 就明天 明天的下午 我们会同时做果酱 跟同时间算 算那个塔罗牌 所以想知道自己的爱情 跟工作命运 就到现场来免费帮你赞卜 但是名额有限 我们请那个一个星座专家 然后他会在他会在我们同个地点 在华山电影馆的楼上 然后在那边做我们这两个活动 都同时间在这个先后举行 做果酱 做果酱和花工 他会先把一些必要都弄好 而且他还会自己烘焙那个 很特别的土耳其的面包 然后到现场 所以大家到现场都可以吃得到 OK好 所以还有呢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体验活动是在后天 后天礼拜天的下午 然后这个是一个旅行的 有关于旅行的电影 然后是讲的是 配合我们的电影 就是伟大的印度厨房 然后我们会邀请 印度的专家的那个旅游的 旅游的资讯 还有现场教大家 穿那个印度那个沙利 对现场你可以拍照 我们这个是很有很有趣的 因为我们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呢 就是聊的很多 那个主任 伟大丁度厨房也很好看 是不是 对 其实我觉得这里有两部 我们都是女性 所以我要讲一下 那个印度那个厨房 伟大印度厨房 其实蛮有趣 就是讲到女性的自觉 她本来是一个舞蹈家 可是我们知道说 印度其实是男女不对的 然后她呢 就是这个过程 在奋战女性的权力 然后另外一部呢 我要特别讲到就是 我就是要结婚 然后我们这次的电影 宣传大师呢 小薰 他就说一直讲说 他要 他就是要看这部电影 以色列的电影 对对对 他只要在讲 因为犹太族嘛 对 那这个女 这个是 我们这还是民族影展 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不是浪漫爱心的 但这个电影是 这个电影是全部里面 最浪漫的 就是这个女性 他他想要结婚 他这女孩想要结婚 然后他他觉得说 结婚是他人生的目标 这是跟我们现在 已经不太一样 所以小薰是说 他很好奇 为什么他那么想结婚 原因是为什么 他很想知道 对啊 我也好想知道 然后就他 他人生的最大的目标 为什么不是养猫养狗呢 结果他是 他已经要结婚了 结果突然间 那个新郎不要结婚 结果就在只剩30天 他该怎么办 对 大家就劝他说 你把那个婚纱取消了 你把那个酒席取消了 他说不行 他说全部都不取消 我保证30天之内 找到新郎 他一定要结婚 他一定要找到对象 他30天内就是要结婚 哇那这是很值得看 而且很特别 因为我们很少人 看到这个一个犹太的女性 这么的有这个自觉 然后还有这个印度的 印度的这个 印度的厨房 又有一个大印度厨房 对 伟大的印度厨房 我们要赶快先来介绍一下 那故宫男院呢 故宫男院怎么这么特别 这次在这个故宫男院 他会放映电影啊 我觉得好梦幻啊 对 其实我觉得 放映电影吗 是 他会放映 对 我觉得这次呢 我们应该要感谢就是 故宫 故宫博物院应该觉得 我们电影节 去年真的做得很棒 所以今年他们就刚好有 他们在故宫男院有韩国乐 所以呢 呃 这么巧 因为他们讲的太慢了 所以我们就 刚好有 我们有一部韩国电影 而且呢 这个演员是非常游名 嗯 游名 宋承县 对 对 然后呢 你看我已经太疯了 有没有 对对对 宋承县演的是那个 是那个 是那个 是火重生 是我们刚才讲那种 自由 正式 人 正发生 他在讲的是韩国国父 国父 的故事 对 那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因为刚好搭到 故宫 在故宫南院 在办那个韩国乐的时间 他在办韩国乐啊 对 他在 他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在月底要开始 然后就正好是跟我们的 民主电影节是衔接 于是我们就一起配合 做了这场在故宫南院的 特别放映 那宋承县会来吗 我这样要求 我们都太多了 大家到荧幕里面看他好了 会比较快 所以男主角是 是宋承县 对 演那个演 韩国国父 演国父啊 然后另外那是 宋承县演那个韩国国父吗 还是那个赵承县 是赵承县 是那个赵震雄 赵承县 因为赵承县的戏也演得非常非常好 他到最近还被统计是 就是韩国民众非常喜欢的演员 对啊 他演的那哪一天啊 这个我们在台北也有演 在台北也有演吗 说在故宫南院 在故宫南院的是在 在我们压轴的最后一天 24号那一天 因为我觉得故宫南院 是一个非常值得 去参观的一个建筑 对于展品 我是有另外的不同意见 但是这个就不讲了 但是呢能够在故宫南院看电影 我觉得是非常 经验蛮特别的 非常特别的经验 所以是9月24号那天 4号礼拜天 压轴的这一场 刚好压轴那一场 OK好 在台北厂也有演出了 但是是一个很难得的 一个欣赏的一个经验 然后那我觉得在这一次呢 这么丰富的这么丰富的 这个世界民族电影节啊 我觉得那个你要传达的 那个幸福的这个概念 有没有对于主任 还有这个对于金鱼来讲 有没有一个代表作 幸福的感觉 我个人我是最喜欢 就是我们这个扇子的主视觉 何树是我朋友的家 因为这个影片是一个 是阿巴斯的经典片子 30多年了嘛 这个小朋友都已经变40岁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会看到 那个最纯真的世界 就这个小孩子 为了为了他的作业 他把同学的作业带回来了 隔天老师要教他们交作业 结果他就很着急 同学同学没交怎么办 就那么单纯的一个想法 我们我们在电影中 跟着他一直在找同学的家 我觉得那是一个幸福 那他现在是 所以你们这次会有特特应播放 是不是就放这个 就放这部电影 对这部电影 然后他这个孩子长大 他有招招金吗 你有看过吗 你有看过中年 不知道他现在 不知道中年 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对对对 那对主任来讲呢 你最推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当然最推 就是我这次为了呼应 盟障 所以天灵灵地灵灵灵 里面的南乌 南乌 对 请大家呢 千万不要错过 非常精彩的 2023世界民族电影节 谢谢金玉 谢谢 谢谢主任 谢谢 明天再见 看电影哦 去看电影 拜拜 就爱电影 UFO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请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